欢迎来到南明星新闻渠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微博之夜获有超150位艺人到场 5位数票价引争议 又一届微博之夜活动即将开启 目前娱乐圈中的粉丝可以分为几大类 已经确定参加艺人的粉丝都在催促工作室选好礼服和妆容 还没有正式官宣 是否会出席活动的艺人的粉丝都在催促团队早日确定行程 毕竟确定之后粉丝们也要开始预热宣传 目前活动已经进入了倒计时 有网传消息称有超过150位艺人将到场 这一次网友们应该又可以大饱眼福了 但关于活动高达5位数的票价却引发争议 这一次微博之夜活动的气场非常强 活动方提前很长时间就开始准备宣传 设计了各位将到场的艺人的宣传大评 目前官博也开始陆续官宣将出席的艺人 从阵容能够看出 有这一段时间热播剧的当红女演员 包括李兰迪、王楚然等 还有大家公认的热门CP 有王鹤蒂、赵露丝、于舒心、吴雷等 目前王鹤蒂和赵露丝已经一起抵达了三亚 两人在三亚海边的互动堪称是行走的偶像剧 关于两位演员的合作呼声也非常高 如果二人真的会达成合作 接下来真的称得上是CP大乱顿了 粉丝们的应援也都非常努力 目前TFBOYS中王俊凯、王源、易阳千玺三家的粉丝 也都各自在活动现场占据了应援区域 估计接下来三位艺人很有可能都会参加这一次的活动 很多团粉一直都期待着 他们三人能够有一次合体的机会 自从考入各自心仪的院校之后 三人几乎没有合体过 即使一同出现在同一场活动中 也很难看到他们在现场的互动 之前还一直有网传消息称肖战 也将参加这一次微博之夜活动 其实有很长一段时间 大家都没看到过肖战参加大型活动 因为在此之前肖战一直忙着拍戏 在最新的一部剧《杀青》之后 肖战赶赴海外参加了一场米兰时装周 不过这一次的网传消息 可能性还是很大的 因为肖战目前并没有新戏在拍 而且也没有特别确定的行程安排 如果接下来肖战真的能够参加 估计这一场活动的热度会更大一些 肖战虽然参加活动次数很少 但每一次造型都没有出错过 而且这几年大家也能够看出肖战的状态越来越好 因为他足够的自律 一直在坚持健身 如果所有的网传阵容都能够实现 这一次微薄之夜的阵容确实足够庞大 但与此同时 活动的票价也受到了很多争议 最开始的时候网传这一次活动的票价只有几千块 一直到现在活动的票价已经达到了五位数 这样的票价对于大部分人来说都是一种负担 也因此引发了很多网友对这一次活动的不满情绪 但也不排除是因为一些黄牛和中间商赚取差价 刻意哄抬票价 这一次的活动确实非常值得期待 很多热门的当红艺人都将参加 女人们应该都会在造型和妆容上做很多的准备 接下来究竟哪位女艺人能够艳压全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